美国佛罗里达州 一个位于迈阿密的滨海城镇 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1点半左右 发生了住宅大楼坍塌的严重意外 有一个人死亡 10人受伤 99人下落不明 由于坍塌事故发生是在凌晨时分 所有住户基本都在数睡当中 所以这次意外死伤人数预计还会再增加 事发之后 拯救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其实这一栋12层高的大楼好端端的 为什么突然就这样倒了呢 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一项研究报告说 有关大楼是兴建在海边的湿软的土地上 而早在1990年开始 那里就已经开始出现土地下沉的问题 一早就已经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另外有专家指出 兴建在海边的大楼 过去40年都暴露在有海盐的环境当中 杨徽里的钢筋很可能已经被腐蚀 这也可能是大楼突然倒塌的原因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意外发生的一个情况 美国佛罗里达靠近迈阿密海滩的一栋住宅大楼 昨天凌晨突然倒塌后 冒出一片红色火光的浓烟 拯救人员在事发后即刻展开救援行动 合力把伤者从废墟中抬出来 并全力搜寻其余伤者 目睹现场情况的附近居民都感到非常震惊 我住在近所以我来到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很多警察和警察 在我的生活都在一旦 它看似像是911的东西 搜救工作一直持续到早上 从高处往下看 大楼至少有一半已经倒塌 现场就像发生过地震一样 碎落的砖块与瓦片堆在一起 形成了废墟 导致整个搜救行动的进展缓慢 我们也收到声音 不一定要是人们在谈 但是声音 这就是人们在叩咐 比较短的 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从大楼 由于大楼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 让搜救行动难度大增 但拯救人员依旧不放弃 继续在废墟里寻找生还者